其实这个东西一说大家就都理解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还是不自觉的会陷入这个误区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课代表立正 我是你们的课代表 今天我们聊一个产品或者模型 大家经常犯的误区就是越复杂越好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复杂的模型和复杂的产品 越复杂它的应用场景越少 其实这个东西一说大家就都理解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还是不自觉的会陷入这个误区 就是我们作为数据科学家经常会喜欢采用复杂的模型 而且能觉得自己做出一个复杂的模型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产品有的时候也会设计的非常复杂 希望大而全能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 觉得这是一个好产品 可是绝大多数的需求是应该被一个简单的功能 或者说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就可以解决的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common sense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会泛浪的误区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会从简单教到复杂 就是你越厉害的学生 你就越能解决那些复杂问题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思路带到了工作中 我们会觉得越厉害的员工 就是那些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员工 然后厉害的 这个问题本身没错 就是你能解决复杂的问题 但是你回过头来 要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的时候 你就应该从简单去入手 简单和适合吧 就是你复杂证明你是有这个技术能力的 有这个技术深度的 但是你还是要叠加一层 你对用户需求的理解和你的工程能力 就是你在这个适合的场合下 用适合的工具去解决适合的问题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工程师 好的产品经理 好的数据科学家 就是能在合适的场景 找到合适的问题 用合适的工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解法 去解决它 然后说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就是简单这个词啊 其实也值得多说一下 因为我们中文的简单 其实包含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simple 一个是easy 或者说用再精确的语言的话 前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简约吧 然后第二个可以理解为易用 但是简单这个词 大家经常是指代了同时这两种意思 就是说这个东西简单 那说明这个东西很易用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简单 说明它很简约 其实这两个区别非常大 我觉得在这个模型设计啊 产品设计 尤其是当你在做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时候 追求simple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在这儿再多讲一下吧 那这儿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不是我自己的例子 或者我自己的观点 这是当时在Facebook的首席产品官Chris 他给大家讲产品理念的时候 讲到了一个观点 打的一个比方 它打的比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把橙子变成橙汁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工序去做 那有两种工具 一种是机械的 就是那种压一下 然后就会出橙汁 把橙子放进去压一下 就会出橙汁 不需要电 是吧 非常清楚的一个过程 还有这个电子的要榨汁机 可以做得非常复杂 然后我们把橙子放进去 按一个按钮 它也会变成橙汁 但是前一个呢 是simple 后一个是easy 在使用上呢 后一个确实使用起来是很方便的 甚至你也可以加入自动清理等等 让你做到一个动作 然后按一个按钮 它就出来 它也会告诉你橙子的各种参数吧 比如说你可以有电机 热心瓶等等 它在做一个endplex的时候 这两种也许没有优劣之差 但是你在一个系统里边的话 你要追求用前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为什么 因为当后一种东西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是那个电子的榨汁机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要花非常非常大的成本 去找出问题在哪 然后去维修它 当前一个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定位在问题出现在哪里 它的解释性 它的robotness都是很强的 而且大家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电子的东西 你用个一两年 用个三五年 经常会出问题 然后去维修起来 也是非常贵的 那个机械的 你可以用一辈子 用两辈子 那在一个 当你就只是一个榨汁机也就败了 可是在一个复杂系统里边 你的很多东西都是互相依赖的 你的模型的结果可能被另一个人调用 然后你可能要调用别的模型的结果 你的产品的feature和其他的一些feature 可能也是相关的 那在工程的时候 我们能用前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就一定不要用后一种方式去解决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我觉得我们说出来这个区别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做的哪些模型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更simple 更简约的方式去把它做好的 你的产品和你的系统 你能不能用一个更simple的方式 去达到你该达到的目的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